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質詢環節 新聞黨的容海恩關注疫苗接種率 指政府不願意出手提供誘因 又說外國政府也有現金抽獎 不明白為什麼港府要拒絕 林鄭月娥就認為 應該由商界提供金錢或物品等等直接誘因 或獎賞計劃 強調商界與政府有共同目標 就是希望本港要儘快回復上態 而政府一直承擔接種疫苗的開支 體現了民相關的合作 她強調不在政府應該落水或不落水的問題 而是共同承擔責任 而有議員就提及政府提出 如果爆發第五波疫情 或會禁止沒有打疫苗的市民進入食肆等處所 林鄭月娥就重申 不希望疫情再爆發時 要採取一刀切的防疫措施 她強調 如果因為健康理由而不適宜接種疫苗 一定獲得豁免 不會強求有關人士打針